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元素让整个前脸更具立体感 下面我们再聊聊它的前大灯组 这个大灯组大家看起来是不是也非常有个性 我感觉它的开眼角的设计 已经可以开到后脑勺去了吧 车灯组是采用这种回旋标式的设计 展现了这种非常具有活力动感的气息 而且车灯组内部这种小细节的设置 更显得它的精致 最重要的是全新一代雷灵 它的车灯组的设计 采用这种扁平化的设计 让整个前脸看起来更加犀利 来到车身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车身 线条是处在一个上扬的趋势 首先我们看这个腰线 笔直腰线是做成了上扬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它的整车的姿态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头是微微向下沉 但是车尾又做成这种上翘的感觉 整个车停在我面前远远望去 好像永远是在叙事待发的一种状态 轮毂是采用五幅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轮毂造型设计 还是偏低调了一些 倒是没有它前脸那么张扬 相较于巴西十足的前辆来说 我们来到全新代雷灵的车尾部发现 它的尾部设计 其实没有像前脸那样张扬十足 反而倒是低调了很多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 全新代雷灵它的尾部设计 在现款的基础上 确实也是改变了不少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后尾灯的设计采用这种凸起实的设计 这个设计可以让我们的车尾部 显得凹凸有致 层次感十足 其实聊到颜值 我觉得全新代雷灵它的呈现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无论是从它的这种 夸大的进气格栅设计 还有这种大面积的诸葛装饰条的设计 以及我们看到 还有这种熏黑的处理 还有非常个性的这种包围设计 无一呢都非常迎合 当下我们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在用量方面 全新代雷灵呢也是不含糊 大家看一下 我手所触及到的这些地方呢 全都是采用这种糖素的材质 还有这种皮质的包裹 整个车内的内饰色调呢 是全黑的设计 那另外吸引我的一个亮点 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大尺寸的 液晶中控屏 这个屏幕的尺寸是相当的可观呀 放在这个运动感十足的车内 而且它的这个吸力线条的造型 和我们整个车内内饰的风格 还是非常吻合的 这个大屏幕呢 它的分辨率还是挺高的 看起来很清晰 但是呢 我觉得滑动起来 它的这个呈现呢 稍稍有些顿挫 还是有待提高 在这个屏幕里边呢 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实用的 包括我们的导航呀 蓝牙连接 以及我们的车辆信息 还有呢 云控制 图片浏览 这些非常实用的功能 那下方保留的这个物理按键呢 主要是针对空调的调节按键来呈现的 这些按键呢 首先呢 它的这个字母显示 尺寸还是非常的大 看上去呢 一目了然 而且呢 这种钢琴键式的按键呢 操作起来呢 非常的简洁 手感呢 也非常好 而且对这车有一定熟悉度的话 完全可以实现萌操作 那我面前的这个仪表显示屏呢 是采用液晶仪表 再加上物理指针 这两种元素来呈现的 这个三幅的方向盘呢 我觉得尺寸也是刚刚好 但是有点遗憾的就是 我们刚才聊到 全新代雷灵呢 还是比较追求这种年轻化运动范的 但是呢 这个方向盘呢 是设计成这种纯远式的方向盘 我感觉呢 后续可以给它改进为 这个三幅平底的方向盘 我觉得平底方向盘 还是更符合它的这个运动调性 那全新代雷灵 它的前排空间表现如何呢 我给大家实测一下 那ES1米12身高 坐在前排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头部空间 我现在呢 这个座椅位置调整到 适合我的驾驶位置 头部空间 诶 有这么两拳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吧 那大家关心的后排空间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赶紧去实测一下 那坐进全新代雷灵后排呢 我觉得这个后排空间的展现呢 对于身高1米72的我来说 还算可以吧 给大家实测一下 前排的这个座椅呢 是调节到合适的我的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离前排还有两拳的一个距离 还可以吧 那头部空间呢 也就是一拳零三指这么一个距离 其实这个空间呢 如果要对一个身高1米8以上的 一个壮汉来说 可能呢 就会略显局促一些了 那今天我们试驾的呢 是全新代雷灵2019款的 这个1.2T科技版 这个版本的车呢 它是搭载的1.2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85千瓦 最大扭矩可以达到185牛米 那配备的是一个模拟10档的CVT的变速箱 那市场的售价呢 是13.98万元 其实呢 在我刚开上这个车的时候 当这个涡轮还没有介入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稍微有点肉 稍微对这个车有点不自信 但是呢 真正当这个涡轮介入的时候 而且它介入的是相当的平顺 当涡轮真正介入的时候呢 突然觉得这个车还是有点这种 可以激情驾驶的模式了 我觉得这个CVT的变速箱呢 我也是非常的满意 它整个换挡的这个逻辑呢 是非常的清晰 最主要的是呢 它的平顺度 还是挺令我惊讶的 其实有的网友呢 可能会对CVT变速箱 戴这种有色眼镜上 觉得它低速和怠速的时候 抖呀抖呀抖 但是呢 试驾完全新一代雷铃这款车呢 我觉得这款车 无论是在低速 或者是怠速的情况下 还真没据着它走 反而觉得它 开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所以呢 试驾完这款车 S觉着还是挺令我满意的 那关于这款车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 进行留言跟我们互动 那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